家宴上大姑姐指着我的LV包让我给她,拒绝后老公拍桌而起,不就一个包吗?给我姐怎么了?婆婆也阴阳怪气,就是,不就是一个包吗?我闺女能看得上,那说明认可你的眼光,出门后,我拨打了举报电话,丸子提醒您,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沈文杰,我看你那个包挺好看的,就是跟你不太大,你把它给我吧,我正好缺这么个包。 我瞥了一眼大姑姐身上背着那款防品包,冷哼一声。 姐,我看你缺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包吧? 沈文杰,你什么意思? 听我这么说,大姑姐紧紧拽着手中的包怒问道。 字面意思,我摊摊手,随意地把包放下,然后落座。 谁知大姑姐都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婆婆倒是先不乐意了,阴阳怪气地看着我。 不就是一个包吗? 我闺女能看得上你的包,那是认可你的眼光,看得起你。 我不需要她看得起,我本身就挺不错的。 我反驳道,可能是因为平日里我太好说话,导致今天各位看,我的眼光都好像我是得了失心疯了。 见我一再拒绝,老公沈之余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直接拍桌而起。 不就是一个包吗?你给我姐怎么了? 虽然知道她不会站在我这边,但是心里却还是难免有些失落。 这不一个包的事。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事? 这不就是一个包?既然我姐喜欢,你给她不就得了? 反正你包那么多。 大姑姐接过沈之余递给她的包。 满脸得意。 早给我不就完了,非要搞得大家都很难堪。 包我就先收下了,谢谢了。 我祈求般看向沈之余。 能不能拿你的公文包给我装一桩东西先? 谁知道沈之余立马拒绝。 你就随便找个袋子什么的装一装就行了。 我包里装的都是些公司重要资料,可不能给弄脏了。 再说了,你见过哪个男的包里放那些玩意的? 沈之余指了指仍旧丢在桌上的那条姨妈金嫌弃地说道, 婆婆也立马附和。 就是,我们家之余可是个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 你那些玩意放他那里可是会影响他的运途的。 同样身为女人,居然能从她们嘴里听到这么封建迷信又荒谬的话。 服务员,拿个打包带过来。 大姑姐朝着服务员吆喝, 没一会儿服务员就送了个白色的打包带过来。 你就拿这个装一装吧,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搞得好像我们欺负你一样。 我看了眼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都在冷眼旁观。 可,既然没事了,赶紧收拾收拾上菜吧。 公公倾咳一声,不悦的眉头望向我, 似乎在怪我打扰到了她的生日宴。 狼狈不堪地从酒店走出来的那一刻, 我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 然后掏出手机,拨打了举报热线。 喂! 您好,我要举报是人民医院毕超科神雅医生非法行医, 帮人鉴别男女。 我甚至贴心地为人家工作人员准备了视频。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沈亚帮忙看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好老公沈之鱼的小情人。 沈之鱼出轨,我也是在一个星期前知道的。 那天我肚子很疼,没到姨妈期却出了很多血。 我自己本身就是心内科的医生, 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后, 我立马趁着休息时间去了趟避超市。 因为不想声张就自己憋着尿去了避超市, 刚准备做检查就听到了隔壁监察室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是大姑姐。 圆圆,你可真厉害, 这才在一起多久就怀孕了。 能听得出大姑姐语气里的羡慕。 大姑姐结婚差不多有三年了, 至今没有动静, 婆家的压迫导致她焦虑的不行。 姐姐, 都是支鱼哥厉害, 要是没有她我也不能怀孕啊。 听到熟悉的名字, 我握着探头的手一顿, 心头一紧。 也是, 咱们家支鱼啊, 那可一直都是咱们家的骄傲呢。 你看她年纪轻轻就坐上了经理的位置, 那么好的工作, 又有房有车的, 还是本地户口, 这可是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大姑姐语气里都是自豪。 是呢, 我就是崇拜之鱼哥, 所以才, 我懂我懂。 说着隔壁房就传来一阵清笑, 我看了眼显示屏里, 我子宫里的胚胎, 泪无声地滑落。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 听到机器不停记录的声音后, 我的心也跟着抽筒着。 姐姐, 能看出是男孩女孩了吗? 小三赵源急切地问道, 能, 当然能, 也不看看你姐我是干啥的,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 正说着沈亚突然兴奋地说道, 圆圆, 我这看着像是个带把的呀。 姐姐你没看错吧? 我怎么可能看错, 就是个带把的, 恭喜你呀。 圆圆, 等你生下个大胖小子后, 你可就是咱们沈家的大功臣啊。 我这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吗? 紧接着就听到沈亚激动着通电话的声音。 原来,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唯独瞒着我这个帮沈之鱼在这座城市扎根落脚的外人。 不一会儿, 两人就收拾了东西, 有说有笑地走了出去。 我连忙跟了出去, 一出门就看到一个身穿灰色西装, 戴着口罩的男人朝两人迎了过来。 是沈之鱼, 她今天的领带还是我亲手为她系上的。 圆圆辛苦你了。 姐, 怎么样? 能看出来了吗? 沈亚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然后恭喜道, 咱们老沈家有后了。 沈之鱼听完后, 眼睛都亮了, 然后一把将赵苑抱在了怀中。 之鱼哥, 我还怀着宝宝呢。 赵苑娇羞一笑, 三人看着其乐融融, 仿佛就是真正的一家人。 沈之鱼应该出轨很久了, 能鉴别性别了, 那赵苑怀孕都有四五个月了。 那边欢声笑语, 而我肚子里的宝宝却选择了离去。 我不甘心, 凭什么他们就能其乐融融, 而我和我的孩子就要承受这一切。 很快大姑姐就被停职了。 停职后, 大姑姐就怒气冲冲地跑回了娘家。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因为我抢了你的包你就怀恨在心, 所以在背后给我使绊子是不是? 我无辜地摇了摇头。 大姑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这两天在休假你不是知道的吗? 这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关心地问道, 然后又急忙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来。 这是婆婆给我定的规矩, 大姑姐回来了就要像伺候婆婆一样地伺候她。 谁知道沈亚根本不领我的情, 直接把水杯推翻在地, 撒了一地玻璃。 我看这件事就是你干的, 你肯定是知道了咱们之鱼, 沈亚,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话还没说完就被刚进门的沈之鱼高声打断, 自己丢了工作别拿别人撒气, 有本事你回你婆嫁找你老公啊。 沈亚被呛得说不出说来, 冷静了半晌后又殷勤地拉过我的手。 文杰啊, 你看姐姐就是犯了点小错, 院里就要把我给开了, 你舅舅不是院长吗? 你跟他说说让我回去呗, 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我连忙往后一退, 收回了自己的手。 姐, 不是我不想帮你, 何况我都不知道你到底犯了什么事。 再说了, 当初帮你进医院的时候, 我舅舅都放了死话了, 只此一次, 我可能帮不了你。 被拒绝后, 大姑姐刚想大骂, 沈之鱼怕她说漏嘴, 直接把人赶了出去。 她们家一直重男轻女, 大姑姐一直看着阿鱼奉承沈之鱼, 才在这个家有了一席之位, 所以导致她即使成年多年了, 也一直害怕沈之鱼。 大姑姐走后, 我看着愁容不展的沈之鱼拉过她的手, 高兴地看着她。 老公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家要拆迁了。 我当然知道她是为什么发愁了, 大姑姐被停职, 那就说明她和赵苑的事情可能被发现了。 作为她的好老婆, 我当然要帮她排忧解难了。 沈之鱼所有忧愁在听到我的话后都烟消云散了, 直接将我一把抱住。 真的吗? 老婆, 你不会是逗我玩的吧? 我们家那片一直在规划着要拆你, 又不是不知道, 文书刚签了, 应该这几天就会通知各家各户签字了。 我家是本地的, 父母双职工退休在家, 在市中心有套老婆小。 当初沈之鱼和我结婚, 也就是看中了我的户口和我家的背景。 我和沈之鱼恋爱我全家反对, 尤其是我大姑。 我大姑是个生意人, 看人有一套, 她跟我说沈之鱼面向不行, 偷奸耍滑, 不择手段。 我不信, 一股脑扎进了她的爱情圈套, 不仅自己掏钱付了首付, 更是直接加上了她的名字。 现在即使我想要离婚, 也要先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婆婆最近都回来得挺晚, 回家时也总是春光满面的。 一向不爱打扮的婆婆, 也开始偷用我的化妆品了。 察觉到不对劲, 我找人跟踪了她。 婆婆居然出轨了。 果然, 出轨都是有遗传的。 沈之鱼一家是在我们婚后搬过来的。 一开始打着来看病的旗号, 结果这一住就不肯走了。 婆婆在农村蛮横惯了, 来了这, 依旧拿自己当女主人自居。 张口闭嘴都是这房子, 是我儿子的, 这就是我家的。 我想着婆婆年纪大了, 就不和她计较。 结果她越来越得寸进尺, 甚至拿我当庸人使唤。 公公也是个固执己见, 古板的人, 婆婆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我没想到婆婆居然敢出轨, 真是飘了。 晚上我忍着肚子的男兽换了身运动服, 假装去公园散步。 跑到小河边时, 发现我看着亭中的两道人影, 走了过去。 然后做出一副不可思议, 又小心翼翼的模样轻声问道, 你好, 请问, 两个相互依偎着的身影, 在听到我的声音后, 下得赶紧分开。 婆婆更是在看清楚我的样子后, 下得直接摔倒在地。 你, 你怎么在这? 我也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 我是出来跑步的, 我没想到会看到婆婆你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急得直跺脚, 送走自己的老情人后, 下婆婆殷切地拉着我的手。 文杰啊, 妈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今天的事情, 你就当没看到行不行。 我相信, 你也不想咱们这个家散了是不。 我内心冷哼, 表面上却表现得十分为难。 妈, 我当然不想咱们这个家散了呀, 只是这个事, 要是被公公知道了, 那可不得了了。 婆婆一听公公的名字, 立马心虚地四周环顾了一下。 文杰, 妈就是一时糊涂, 你也知道你公公那个性格, 咱们都是女人, 你难道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 我低着头, 卷着自己的衣角, 然后点了点头。 妈, 我知道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大家都是女人我也相信妈你, 肯定是事出有因的。 听到我的回答, 婆婆松了口气, 正因为大家都是女人, 妈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不想瞒你。 婆婆刚刚放下的心, 又被提了起来, 我看她心跳都比平时快了许多, 真怕她这就受不住了。 其实, 公公她在外面也找了一个, 还是她们钓友群的一个女人, 我声音越说越小, 婆婆却越听越激动, 她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过错方。 第二天, 婆婆就准备先发制人, 拉着我, 让我开车送她去了公公平常钓鱼的地方。 穿过小树林, 远远就能看到太阳散下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 打扮得体的女人, 依靠在公公的肩膀上。 二人有说有笑, 根本意识不到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好你个沈大海, 你对得起我吗? 婆婆大吼一声直接冲了过去, 但是她不敢打公公, 直接一把抓起了公公小情人的头发, 把人拖倒在地。 那个小情人哪里是泼辣婆婆的对手, 直接被按在地上起不来。 公公看到美人被打哪里还坐得住, 连忙推开了婆婆, 谁知道力气大了些, 竟然将婆婆推进了河里。 婆婆不会水, 又受了惊吓, 一直在河里扑腾着。 我连忙掏出手机拍下了小视频, 然后贴心地点击发送给了沈之, 鱼。 婆婆当然没事了, 公公也不敢大庭广众之下杀人。 安抚好自己的情人后, 就跳下去把人给捞了起来。 婆婆一路哭回家, 公公则黑着一张脸不说话。 除了这么大的事, 沈之鱼和大姑姐都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婆婆湿漉漉地扑在大姑姐怀里不停地哭。 大姑姐不敢指责自己爸, 就把矛头指向了我。 你好端端地带妈去那里干什么? 我委屈地低着头。 是妈说, 怕爸饿着, 想去给他送饭。 我这才带妈过去的, 谁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 不信你可以问妈。 沈雅, 你不要怪文杰, 是我自己要她带我去的, 谁能想到你爸能干得出这种事啊。 婆婆当然不敢说不是了, 她只要把我捅出来, 她自己的事情就会被曝光。 你看着妈就行, 别像条疯狗一样乱咬。 沈之鱼也气得不行, 又无处发泄。 我家马上就要拆迁了, 光补偿款就差不多大八位数, 我现在是她眼里的财神爷, 她必然得护着我点。 今天这个事情,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要不然咱们就离婚。 离婚就离婚。 公公依旧冷着一张脸, 她活到这个岁数, 早就受够了婆婆那个泼辣的性子了。 早年间, 公公在村里还算是个文化人, 因为穷考上了大学没去读, 后来一直在村里给人写点, 对联题字什么的。 公公家里穷, 娶不上媳妇, 婆婆是隔壁村的, 那年闹饥荒, 婆婆被以一袋米卖给了公公家。 虽然两人结了婚, 但是公公却一直瞧不上婆婆一副村姑的做派。 这回好不容易遇见个知性女人, 她当然春心荡漾了。 公公痛快答应离婚婆婆反倒愣住了。 她的初心本来就不是离婚, 她要的是公公的归心, 家里的涨家大权。 我不活了呀, 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婆婆开始使出第二招, 一哭二闹三上吊。 好了, 离什么离, 谁敢再提离婚两个字, 我以后就不认谁。 沈之余头疼的大吼一声, 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婆婆立马进了声, 公公也一言不发。 大姑姐不想再蹚这趟浑水, 池里又不讨好, 立马借口有事要先走。 家里乱成一团糟, 我也没留她, 只是我注意到她挽起袖子露出来的那截手臂上, 有着几块淤青红肿。 家里宁静了没两天, 大姑姐就哭哭啼啼地又哭上了门。 一打开门, 看到大姑姐的样子, 我都愣住了。 我怀疑过她被家暴, 只是没想到被打得这么严重。 大姑姐头发凌乱, 眼角淤青, 嘴角更是还有胃干的血迹, 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我刚想去搀扶她, 哪知大姑姐双眼一横。 看我笑话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连忙收回了自己的手, 转身给沈志鱼打去电话, 通知她回来。 怎么回事? 沈志鱼一回家就不耐烦的样子, 一看就是在公司受了气回来的。 这还看不出来啊, 你姐让何强给打了。 婆婆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没好气说道, 何强那个窝囊费还敢动手打人。 何强是大姑姐老公, 本地人, 家在郊区, 当初大姑姐之所以嫁给她, 也是想着那一块在规划拆迁, 结果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何强家还有两个弟弟妹妹, 一大家子挤在两居室里, 为此大姑姐没少和人家闹。 咱们要不要把姐夫叫来, 把事情问清楚先吧, 这万一姑姐还要回去, 这闹得太难看也不太好。 我插嘴道, 婆婆狠狠地斜了我一眼, 还回什么回? 没看到她都把沈哑给打成什么样子了吗? 平时看着她老老实实一个人, 没想到能干得出这种事来, 我们神雅, 长得不错, 工作也好, 反正没生孩子, 不愁没人要。 婆婆您怕是忘记了, 姑姐工作刚给停了。 我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 刚刚还激愤的情绪浇灭了下去。 你故意的是不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 故意看我笑话呢? 大姑姐恶狠狠地盯着我, 然后脸色有些不自然地看向沈之鱼。 弟弟, 你看能不能先借姐一点钱应应急, 你看我现在都这个样子了, 出来得及也没带钱, 你要多少? 沈之鱼虽然大男子主义, 在家里邀五贺六贯了, 但是对亲人还是挺大方的。 大姑姐伸出五根手指头来, 沈之鱼以为是五万当场就要转钱。 一百万, 一听一百万沈之鱼立马炸了。 一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大姑姐, 你就老实和爸妈说说到底怎么了? 你说出来大家才好想办法帮你啊。 我立马追问道, 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 大姑姐才支支吾吾说出来实情, 原来是她一直瞧不上河墙, 嫌弃她穷, 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姑姐本来就是个爱慕虚荣的人, 喜欢在外装阔, 大手大脚惯了, 她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她花。 河墙的钱又要用于养家供养弟弟妹妹, 久而久之大姑姐就开始刷信用卡, 信用卡刷不出来后就开始贷款, 慢慢地越借越多, 柴东强补西币的。 很快大姑姐就还不上贷款了, 所有债务都报了, 要债的人都找到家里去了。 河墙知道后气急之下就打了她, 这就很难平, 毕竟她是过错方, 再怎么说她也不该打人啊。 大姑姐仍旧觉得委屈, 一直愤愤不平。 婆婆没说话, 沉思了一会后精明的眼光看向了我。 文姐, 我记得你工资挺高的, 平时穿的用的都是好的, 你应该有存款吧, 先拿出来给你姑姐应急。 真是会打主意, 自家的钱一分不动, 羊毛逮着我一个人号。 我装作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这可怎么办呢? 这些年家里的开支都是我在出, 我还得还房贷, 婆婆我这里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来了, 倒是之余呢, 应该有点钱。 我说的也是事实, 自从结婚后, 沈之余就以自己工资太少, 唯有一直央求我来支出家里的所有开支。 那怎么行? 之余的钱还有他自己的用处的, 得好好存着。 婆婆当即反对, 惹来大姑姐很不满。 婆婆, 我记得您那里不是有一笔钱吗? 当初您不是说帮我存着彩礼钱, 等以后有急用了就拿出来, 这不正是急用的时候吗? 婚后还没一个星期, 婆婆就着急找理由 把十八点八万的彩礼要了回去, 我当时想着都是一家人, 也没多想就给了。 那也不行, 这个钱, 这个钱是给你们攒着的, 到时候你们有孩子了要钱的地方多着呢? 看着婆婆目光躲闪的样子, 我就知道事情有貓腻了。 钱还能再赚, 大姑姐可是咱们家人, 她出事了, 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还是说那个钱, 然后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立马迎来了公公怀疑的目光。 公公什么也没说, 直接冲进了房间, 不一会就听到里面出来怒吼声。 李翠花, 钱呢? 公公从房间出来, 直接把存遮甩在了婆婆脸上, 婆婆吓得直发抖。 我捡起来, 存着一看, 上面记录着二月份婆婆已经把钱都取走了。 我下得手一松, 存折掉在了地上, 然后不可思议地盯着婆婆。 妈, 该不会你把钱都给, 然后我又立马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紧紧地捂住了嘴。 沈之鱼不是傻子, 她也看出了苗头, 直接抢过了她妈的手机。 婆婆的手机一直没设置密码, 直接能打开。 聊天第一位就是一个叫飞鹰的男人, 聊天记录更是不堪入目。 想不到这老年人的爱情是如此的轰轰烈烈呀。 公公随即暴走, 直接抓起婆婆就一巴掌打了下去。 男人就是这样子, 他可以有很多红颜之己, 但是你不能让他头上沾上一点绿。 瞬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各种鬼哭狼嚎。 最后婆婆自己交代, 她是在跳广长舞的时候, 和这个大叔认识的。 两人认识小半年了, 那大叔说自己炒股很厉害, 让婆婆也投资一点。 一开始, 婆婆就拿了几万块钱, 每天都能看见收益后就胆子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把钱全部给她拼头投进去了。 最后算下来, 有个小几十万, 是公公婆婆大半辈子的积蓄。 这可不是件小事, 公公气得直接把婆婆打进了医院, 然后抄起家货就去找了婆婆的拼头。 结果人早就跑了, 一无所获。 大姑姐看着家里形势不太对, 也灰溜溜地自己回了家。 沈志鱼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经常夜不归宿, 白天给婆婆请了护工, 休息时我就给她送饭过去。 但是婆婆觉得这件事就是我捅出来的, 没给过我啥好脸色。 我也无所谓, 反正在药部了多久就再也不用看到他们了, 是时候该放另一条线了。 难得沈志鱼今天回家早, 我拉着她聊家长, 沈志鱼一直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 知道我说, 老公, 你知道我姑姑吗? 她最近也不太好, 工地出了事。 惹上了官司, 要赔不少钱呢,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出了事赔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沈志鱼对我姑姑当年看不起她的事情耿耿于怀。 是啊, 赔钱倒还好, 就是有个工程跑路了, 现在工地的钱也全压我姑姑身上了, 最少几千万呢, 我姑房子现在都给查封了, 等着拍卖呢, 一听到这个, 沈志鱼立马来劲了。 什么房子? 在哪里呢? 多少钱? 环山井路的别墅, 听说买的时候两千多, 现在按照查封房拍卖, 大概还要个一千五六的样子吧。 我愁眉苦脸, 沈志鱼却暗暗算计着。 一连几天, 沈志鱼都明里暗里地 跟我打听着这套房子的事情。 我知道, 鱼上钩了, 他动心了。 果然, 某天沈志鱼下班回来, 就拉着我嘘寒问暖。 老公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沈志鱼也不磨叽, 直接开门见山。 老婆, 你不是说你姑姑的房子在拍卖吗? 这个价格可不多见, 便宜了好几百万呢, 咱们要是把房子拿下来, 就算不自己住, 转手卖掉, 也能赚个好几百万呢, 我有些为难。 老公你疯了吧, 那可是一千六百万, 不是一千六百块, 咱们家哪来的钱买? 老婆, 你听我说, 咱们现在住的房子差不多值个五六百万, 去做个抵押贷款, 四五百万还是能拿出来的, 到时候付个首付钱不就行了。 再说了, 你家不是马上就要拆了, 到时候拿点钱补上去就行了, 我依旧不同意, 那一时半会也拆不了啊, 何况咱们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了, 第二套房首付是五成, 首付的八百万, 就算把咱家现在的房子卖了也买不起啊。 沈志鱼微微一笑, 神秘地拉过我, 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咱们可以假离婚啊, 到时候这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 然后以你的名额去买房子不就可以了? 你是本地户口, 社保也够了, 三成妥妥的, 听完后, 我洋装生气推开它。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离婚, 要是离婚后你直接跑了怎么办? 沈志鱼搂过我, 轻言细语地哄着我。 老婆我怎么可能会跑呢? 离婚时不是需要签订离婚协议的吗? 到时候咱们先把协议写清楚, 去做公正。 再说了, 你家都要拆迁了, 我放着你这么个小富婆不要, 我还去要谁呀? 我依旧满脸拒绝, 沈志鱼也不急, 她知道我一定会答应的, 因为我从未拒绝过她的要求。 做戏当然要做全了, 第二天, 沈志鱼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看了房子, 看到房子上确实贴着封条后, 她满意地笑了。 沈志鱼就像是在审视着自己的房子般, 我把拍卖信息给她看过后, 她更是深信不疑。 在我不情不愿地答应后, 沈志鱼怕我反悔, 立马拉着我去了民政局。 因为有三十天的冷静期, 为了防止我后悔和害怕, 沈志鱼提前把离婚协议拟好了。 房子归她, 现金分我四百万, 名下无孩子, 没有其他纠纷。 见我仍旧不放心, 沈志鱼更是当场打了一百万给我。 钱到账后, 我才意识到沈志鱼的不简单。 她这钱, 来路不明。 把我送回家后, 沈志鱼借口回去加班, 结果却被我看到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小区门口。 是赵苑。 我跟了上去, 发现赵苑居然就住在我们隔壁洞。 赵苑进去后没多久, 戴着口罩, 换了件外套的沈志鱼就跟着走了进去。 这里的房子都是大户型, 房租不算低, 因为带着中心小学的学位。 赵苑一个小财务工资撑死一万, 能住在这应该是沈志鱼负担的。 沈志鱼的工资不过三万, 也是这两年才涨的, 之前一直一万五上下。 他今天能打一百万出来给我, 那说明他手里的钱不止一百万, 沈志鱼的职位是市场部经理, 而赵苑的职位是财务。 看来这两人是想把自己的路走死。 这一百万我没有留着, 而是当着沈志鱼的面打进了我姑姑的账户里。 沈志鱼彻底放下了戒心, 然后一心想着自己的发财梦。 婆婆出院后依旧天天出门, 我当然知道她是去哪里了, 赵苑的肚子已经瞒不住了。 为了沈志鱼的名声, 赵苑辞职在家养胎了。 既然是养胎那, 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 这不我婆婆自己都还一瘸一拐的, 就上赶着要去照顾她的宝贝孙子。 公公知道这事, 也是默许的, 家里暂时回归了正轨, 对于当初的事情, 公婆二人很有默契地选择了闭口不提。 只是这宁静的日子, 还没几天, 就有一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是赵苑。 开门的一瞬间, 我都以为她找错了门。 赵袁寿瘦小小的一个, 挺着一个大肚子, 脸色苍白, 目光却有些得意。 你好, 我怀了赵鱼哥的孩子, 有点礼貌, 但是不多。 我完全愣住了,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出现, 更多的是怕她的出现打乱我的计划, 毕竟我还在离婚冷静期。 圆圆你怎么来了? 沈之鱼比我还猛逼。 怎么了? 沈鱼哥我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你还想让我躲在阴暗处多久? 我受够了这种日子了, 赵苑泪如雨下, 看来这两人是还没谈妥呀。 圆圆你先回去, 我晚点再跟你说好不好。 我不, 之鱼哥, 你今天就给我个痛快, 要么你离婚, 要么我把孩子打掉我回老家。 赵苑泪明显也不是个吃素的, 直接拿手机对着肚子, 做出一副要垂自己的模样。 婆婆看得那叫一个紧张, 连忙上前抓住赵苑的手。 哎哟, 圆圆你可得小心点啊, 别碰着我孙子了。 离, 他们马上离。 之鱼啊, 你快劝着点圆圆, 至于何文杰, 她一个下不出来蛋的公鸡, 要来干什么, 赶紧把婚离了, 去圆圆过门。 赵苑听到这话, 看向我的目光带上了几分挑衅。 作为这场戏的主角, 我当然不能让其他人占了我的位子了。 我穷洋女主般盈盈落泪, 看着沈之鱼的目光, 带着几分不可思议, 又有几分决裂。 沈之鱼, 你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只要你说一句是, 我立马收拾东西滚蛋。 这结果眼沈之鱼当然不敢说是, 连忙摇头否认, 气得赵苑当场就要走。 婆婆是拦都拦不住, 一副恨不得扒了我的皮的样子。 最后赵苑跑了, 我大度地让沈之鱼去追, 毕竟她还怀着孕, 出了点什么事可不好。 再者, 如果我不给两人创造解释的机会, 会坏了我的局。 沈之鱼当晚没回来, 婆婆也连夜出了门。 赵苑动了胎气, 进了医院。 沈之鱼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一进门就扑通跪在了我的面前。 老婆我错了, 我知道我说再多都弥补不了我的错误,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 我没有说话, 泪却不停地流。 老婆都是赵苑勾引的我, 我也是一时糊涂才会犯错的。 真的, 你相信我, 我跟她之间只有那么一次。 听她这话, 赵苑应该是先稳住了。 既然给了台阶, 那我就得下, 要不然接下来的戏该怎么演。 我十分大气地原谅了沈之鱼, 但是前提是赵苑再也不能出现在我的面前。 沈之鱼连连答应了下来。 我同意让赵苑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接过来我们抚养。 沈之鱼对我的大度内疚不已, 很长一段时间都准时回家, 每天给我端茶滴水的。 并且我还同意了让婆婆每天去照顾赵苑, 毕竟这可是他们沈家的孩子。 婆婆当然乐意了, 她不仅可以每天看着自己的孙子长大, 还可以抽时间出去继续和她的听透优惠。 大姑姐听说的这是, 这几天也回了家, 脸上的伤都还没好全, 却依旧趾高气扬。 我有时候真的挺佩服她的, 谁给她的自信和勇气。 听说她刚生下来的时候, 沈之鱼奶奶就想掐死她的, 只是婆婆不忍心, 求着留下了她, 给她取名昭地。 后来沈之鱼大学了, 家里日子也好起来了, 大姑姐才拿着户口本如愿以偿地改了名。 我倒是挺佩服你, 这也能忍得下去, 也是因为你本来就没脸没皮的, 当初为了嫁给我弟, 低声下气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的都觉得好笑。 当然喽, 你能嫁给我们之鱼啊,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之鱼多优秀, 多少小姑娘上赶着天, 你看人家照愿, 要长相有长相, 要肚子有肚子, 你再看看你, 你有什么? 大姑姐这几天没少, 阴阳怪气我来出她在婆家受的气。 我没还嘴, 现在还没到时候, 我不想节外生枝, 但是不代表我就是好欺负的, 是时候给他们家找点事做了。 下午吃过晚饭, 我和公公说这两天公园里有篝火表演, 让她闲着没事也去看看, 热闹热闹。 公公当即就心动了, 掏出手机笔笔画画后, 春光满面地出了门。 我收拾妥当后, 换了身运动服, 也跟着出了门。 刚进公园, 就看到前面表演区吵吵闹闹。 婆婆哭天喊地的声音, 我老远就听见了。 好啊, 你还跟这个女人鬼混在一起是不? 你给老子还钱, 你骗了我老婆几十万, 钱呢? 还钱, 不还钱我就送你去警察局。 不要打了, 叔叔阿姨, 你们不要打了。 现场乱成一团, 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 几人推嗓间, 听到有群众惊呼。 血, 她出血了, 快, 她出血了, 丈怨往自己裙下看去, 鲜红的血液顺着她的大腿流下。 丈怨腿一软直接倒了下去, 幸好公公反应快, 把人给抱住了。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公公婆婆跟着上了车, 送人去了医院。 两人各自的情人怕惹上事, 灰溜溜地跑了。 沈志愚, 沈志愚知道这件事后, 直奔医院, 大姑姐也不敢耽误, 连忙跑去了医院。 只有我悠闲地给自己泡了杯茶, 躺在藤椅上看着月色。 今晚的月亮, 可真亮啊。 丈怨的孩子暂时保住了, 但是医院说羊水有破裂, 需要卧床养胎, 最近都得住在医院了。 出了这种事, 婆婆当然要留在医院照顾她的孙子了。 婆婆年纪大了, 身体也扛不住, 大姑姐就自告奋勇地 和婆婆两人轮流照顾。 公公回家了, 却要忙着哄自己的小情人。 家里难得的清静。 最近我每天都会给沈志愚看案件进展, 很快就要开庭了, 沈志愚也很着急。 冷静期一到, 沈志愚一刻都不敢耽误, 立马拉着我去领了证。 出民证局的那一刻, 我以为我会很兴奋, 可是我没有。 我平静得不能再平静。 看着兴奋不已以来沈志愚, 我心如止水。 一切都要结束了。 沈志愚立马赚了剩下的三百万给我, 我也当着她的面打给了我姑姑。 因为兆怨还在医院, 沈志愚不能和我多待, 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医院。 我给婆婆发了信息, 说公公这几日都不曾回家。 婆婆瞬间炸了, 又忙着抓小三去了, 把兆怨丢给了大姑姐一个人。 大姑姐的债一直没还, 婆家那边一分钱不肯出, 还提起了上诉要离婚。 大姑姐不肯离, 躲在医院不出来, 我回家后正好碰到了讨债的人, 找上了门。 我只能好心提醒各位大哥沈亚人在医院。 于是几位人高马大的大花壁风一般地奔向了医院。 身边的人接连出事, 沈之余一个头两个大, 只能发信息跟我说最近都回不来了。 我当然贴心地告诉她没关系了, 她应该很长时间都回不来了。 我又拿起电话打给了沈之余公司。 喂! 您好, 我要举报你们公司市场部经理出轨财务和财务兆员办公室恋情, 并且利用职位之便挪用公司资产。 打完电话后, 我收拾了一下东西, 拉着行李箱出门时, 看到沙发上大姑姐落下的那只从我这抢过去的道尾包。 我把包里的东西都倒进了垃圾桶, 然后拖着行李拿着包去了二手店。 等沈之余明白过来时, 人已经被抓了。 赵远因为受不了打击再加上害怕, 最后大出血孩子也没保住。 去看沈之余那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也是我们第一天认识的日子。 何文杰,这一切是不是你干的? 沈之余愤怒地敲打着探视窗的玻璃, 我摇头否认。 我没有哦, 你不要冤枉好人,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贪欲。 沈之余,你知道吗? 我当初嫁给你是真心的, 但是你能保证你有几分真心呢? 何文杰,你别装好人了,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有今天, 我警告你, 等我出来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看, 即使到最后, 犯错的人也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来之前, 我还曾妄想能听到一句对不起。 走出监狱的那一刻, 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从迷失的那几年走了出来。 我没有骗审之余, 房子确实是拍卖的房子, 可是却是欠姑姑钱的人的房子。 而房子我自己已经买了下来, 因为我家里是真的要拆迁了。 我只是为了, 感谢观看